他们的人生曾经名造一时 甚至有辉煌的过去 但当外敌入侵 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 他们却便捷投敌 卖国求荣 通谋敌国的汉奸们 如何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 对国家民族带来怎样的灾难 剖析汪伪汉奸集团 投敌叛国的真实原因 揭秘抓母审判汉奸内幕 以及汉奸们的人生陌路 审判大汉奸即将播出 敬请关注 抗战胜利后 华北地区两大汉奸头目 汪石景和王一堂相继落网 身为华北最大的政治汉奸 王一堂自知罪孽深重 企图利用装病逃脱审判 却未能奏效 法庭之上 王一堂先是指责法官没有资格审判他 接着极力变成自己无罪 这样做能否为他带来一线生机呢 与王一堂不同 汪石景极力配合军统 在自家设鸿门宴诱补其他汉奸 想要将功赎罪 却没能逃脱审判 汪石景作为华北最大的经济汉奸 他到底做了哪些祸国殃民的事情 汪石景 王一堂两大汉奸 最终又落得怎样的下场啊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将为您讲述 审判华北两大汉奸下级 推卸狡辩最难逃 1945年8月 日本投降后 华北最大的经济汉奸汪石景为了逃避审判 直接跑到重庆找蒋介石求情 他自认为曾筹款帮助过蒋介石被罚 是有功之臣 谁知蒋介石却根本不见他 情急之下 汪石景主动配合军统在自家设下鸿门宴 诱补了华北地区的大批汉奸 然而 此举也并没有让他免于被抓捕审判 大汉奸王一堂虽因装病躲过了鸿门宴 但最终还是被军统抓捕归案 王一堂作为委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是华北最大的政治汉奸 他为虎作伤 敛财无度 激起了极大的民愤 也得罪了他的日本主子 那么日本人会怎么处理王一堂呢 委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王一堂 严重的贪腐案 是不是让日本当局予以包庇呢 正相反 他的行为也令日方感到厌恶 经日本新亚院北平机关长的调查处实 终于将此人撤换 由王可敏呢 继任 为了给王一堂一个台阶 由汪精卫 给他了一个国民政府委员的空民意了结 抗战胜利以后 王一堂呢 自知法网难逃 惶惶不可终日 最后 入协和医院 企图呢 逃避罪行 每当开庭 他就装成了病重昏迷的状态 被人用帆布行军床 抬到了法庭 他在行军床上啊 是闭目不语 搞得法官呢 拿他没有办法 就这样呢 拖了两年多 后来呢 几位法官专门呢 进行研究 对王一堂呢 就是说 如果再不开口答训 是同 缺席判决 即不管他开不开口 其叛国之罪行啊 铁证如山 一定要依法来制裁 1947年的5月 开庭的那天 平的司法部阶 河北高等法院门前呢 挤满了旁厅的人 当这个审判法官呢 刑二庭的庭长 叫何承拙 在审问时 这个王一堂啊 突然 欠身 从他这个刑军床上坐起来了 而且开口了 他这一开口不要紧呢 可谓一鸣惊人 他说什么呢 他大声地说 何承拙 你没有资格来审问我 华北沦陷期间 你在我手底下做事 你又不是地下工作者 你是个小汉奸 哪有小汉奸 来审大汉奸的道理啊 这岂不是华天下之大吉吗 你赶快给我回政府啊 另换一位纯洁的法官 来审判我 我王某人自会认罪 王一堂这一手啊 使法庭上下和旁厅的人呢 顿时哗人 何承拙啊 更是闹得脸上 一阵红一阵白 难以下台 最后呢 只好宣布退庭 改期再审 一个星期以后 北平的华北日报 天津的大公报 上海的申报 报头旁的广告栏内呢 出了一则 王一堂启示 查 主审一堂 案件之审判长 何承拙 曾任 为华北政务委员会 所属之 法官训练所的教务主任 如为一堂系大汉奸 则该审判长 为一堂统治下之小汉奸 经已而审大汉奸 天下后世 其为京士何如事也 1947年的6月5日 法庭再次公审王一堂 王一堂的汉奸案呢 是轰动当时的社会重大新闻 公审之日呢 虽然是在下出 但是司法不接啊 这个河北高等法院的大礼堂啊 挤满了人群 开庭后 法官训问了王一堂的 姓名年龄籍贯所任的委职 他一一应答 对于他在汪伪期间 帮助日本举行五次 治安强化运动啊 屠杀无辜的百姓 掠夺人民财务等罪啊 他上推下泄 规辩一切 都是日本人出谋 手下人惊办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在审讯过程中呢 最引人注目的 就要算王一堂访日 这么一段了 1943年呢 王一堂率领这个代表团呢 访问日本 为日本的清华战争呢 歌功颂德 王一堂访日期间 受到了日本天皇的召见 他兴奋不已啊 吟唱了多首诗 表达自己的心情 其中有一首诗啊 被法庭提出来了 作为卖国没外的证据 诗是这样写的 这个八红一语呢 是日本侵略中国啊 独霸世界的最高理想 也是日本的国策 因为仁峰呢 说的是在受到天皇召见的时候啊 他自己如沐春风那种感觉 虚日盈辉呢 就是颂扬日寇 虚日东升 说明这个敌人的这个侵略事业啊 是前程无限的 地貌功的自卑和自荐 向祖子磕头的这个用语 春殿从容 温语未卸天皇的召见 把天皇对他 卖国殃民的行径的表扬 说成是温语未及 最后一句啊 自称外臣 简直是明目张胆的 纳表称臣 是不折不扣的 任贼做父的行为 王一堂的死刑判决呢 一直拖到了 1948年的9月10号 才在北平的姚家景 第一监狱当中执行 刑前呢 他被抬到后院的刑场 躺在这个竹边的躺椅上 还大声地喊叫 我不服 我要上诉 我要上诉 当这个法尔景呢 把这个竹椅啊 抬到离墙边两米的地方啊 王一堂啊 身泪俱下地大喊 求蒋总统开恩呢 法尔景呢 连开竖枪 方才毙命 结束了他反动啊 罪恶卖国的一身 王一堂作为华北地区 最大的政治汉奸 他投敌卖国的罪行 铁证如山 最终被枪毙 罪有应得 作为华北地区 最大的经济汉奸 王石井协助军统 抓捕汉奸 想将功赎罪 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 被投入监狱的命运 因为身为华北最大的经济汉奸 他的罪行危害巨大 那么原本只是一个银行经理的汪石井 为什么会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 在做汉奸期间 他又是如何帮助日本 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 资助日本侵华的呢 宁小华继续为您讲述 审判华北两大汉奸 下级 推卸狡辩 最难逃 再说呢 王一堂手下的 为华北经济总办都办呢 王石井 王石井呢 一方面想自己和蒋介石 是多年的老交情了 再加上呢 又帮着戴笠呢 设了一个鸿门宴 把华北的这些大汉奸呢 都抓了 自己呢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再加上戴笠曾经对自己有过诺言 想的应该是没事的 没想到呢 1946年的3月17日 戴笠呢 飞机失事了 因此呢 他就知道自己啊 前途无望 在这里啊 我们就要谈一下 汪石井在抗战时期 究竟干过什么 损害国家坑害人民的事情呢 这个问题啊 必须从1931年的918事变说起 9月19日呢 中国银行的沈阳分行 就被日军占领了 银行周围啊 军备监视 不许行员出入 听后彻查 就是有没有张学良的股份 或者存款 当时呢 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张家傲呢 正在大连 他接到汪石井的报告以后呢 担心这一消息 如果传到金金地区 会引起官内外啊 各个存户和持票人的恐慌 引起挤兑的风潮 因从大连赶往沈阳 和汪石井一道呢 去建这个本庄盘和土培员 说明中行 并没有张学良的股份和存款 希望呢 即时起风 当时呢 日军的沈阳市的市长呢 是土培员 在他任这个市长期间呢 由于困难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缺乏经费 事变以后呢 市面混乱 伤耗无力 征税不成 土培员呢 汪石井两个人商量以后呢 就准于沈阳分行开业 继而呢 其他的交通银行啊 也跟着开业了 市面就稳定下来了 为了市政和警察的这个心想呢 土培员就找这个汪石井帮忙 汪石井呢 就通过这件事 和土培员呢 也建立了私人的友谊 1937年的7月底 北平天津沦陷以后 日在华北建立一个傀儡政权 日军专门派人到香港 策动了王克敏出马 王克敏呢 曾经考过举人 1900年呢 以留学生的监督的这个名义啊 到过日本 担任清国驻日本使馆的参赞 北洋时期呢 王克敏任过中国银行总裁 北洋政府时期呢 曾经三度出任过财政总长 而汪石井呢 恰恰是他的秘书 1937年12月 王克敏呢 随日军钻石啊 回到了北平 12月14日上午 王克敏 王毅堂 汪石井的八人 在中南海怀仁堂 袍户登场 举行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典礼 发表宣言 由于冲任总统的一流人物 行政院的委员长就等于主席 由王克敏来担任 汪石井呢 何尝不想当这个一把手呢 但是他的资历和名望都太低 轮不上他 那么他究竟干了什么事呢 汪石井主要负责的是经济事务 招手筹备华北银行等事务 老上司王克敏被日本人看中 成为华北汉奸政权的一把手 野心勃勃的汪石井 凭借自己与王克敏 日本人的交情 很快也在伪政权中谋得一席之地 负责经济事务 但而这让企图独揽政治 经济大权的王克敏十分不满 二人矛盾激化 那么在王克敏与汪石井的 博弈过程中 原本处于劣势的汪石井 是如何一步步掌握 华北地区财经大权的 为了向日本人献媚 他又做出了哪些 祸国殃民的举动 1938年的1月 汪石井开始筹备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当时资金总额规定的是5000万元 由北平的中国交通 大陆 京城 中南 沿业等 八家银行来联合投资 再加上 委华北众务委员会的一部分资金 因为没有现款 实际上是把来往状 以存款的形式 存入联合准备银行 此外还有国民政府 当时币制改革 华北发行的纸币 准备向中央来上交的 这些准备金 有两三千万元 都放在天津租借里 还来不及运到南京 汪石井这次款 作为联营的准备金 列入了账面 所以经过几方面的拼凑 大致就绪了 王科敏在北洋时期 做过中国银行的总裁 他的业务很熟悉 想独揽经济大权 由自己来兼任联营的总裁 以汪石井 明争暗斗十分厉害 王科敏因为大权在握 对于联营总裁一职 拖延不予发表 日方一再催促 这个时候 汪石井得知内情以后 继续求日本的陆军 特务机关长 启多成一 让他来押服王科敏 任命自己作为联营 启多成一出面地力荐 汪石井 王科敏就不得不拂手提命 他内心是不满的 所以拖延了总裁的任命 一直到三月十号 马上这个银行就开幕了 就前一天才任命 这个汪石井 为联营的总裁 不久汪石井又兼任了 伪经济总署督办 从此 华北的财政大权 就掌握着他一人之手 当时在资源储备有限 消耗日凡的情况下 日本确定 在华北利用 联营卷为支撑点 该行就成为了 日本掠夺中国经济的有利工具 由于日方的大量支取联营卷 充当军饷抢购物资 导致币值下跌 通货价上升 人民是苦不堪言 1941年 日委实行 统治配给制 联营卷进一步贬值 所以联营卷在42年 就发行了百元大钞 其后从500元发展到1000元 最后到1944年的45年 联营卷已经发行了3000元的大钞 联营卷形同废止 直到日本投降 才结束这种残酷的压榨的罪恶活动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大肆地烂印钞票 造成了华北地区 严重的通货膨胀 王克敏 也把一肚子气 就撒到汪世景身上 到1940年的3月 汪伪国民政府成立了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改组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 汪世景为政务委员会 常务委员兼委督办 1944年10月 为财务总署 又改组为经济总署 汪世景依然继任督办 44年的7月份 又兼任了华北税务委员会的委员长 该委员会 改组为华北财政委员会 汪世景仍继任委员长 从汪世景任委职期内 滥发委币 1238亿元 供给敌委之用 五六年的时间 华北一带的玉米价格 就上涨了一万多倍 坑苦了多少的中国的老百姓 汪世景还与日方合办委工业银行 通过银行种种的行为 进行舞弊 曾同意该委临时政府 及财委会 向敌现金一百多万元 及食盐二万吨 以及其他一帮名的措施 在日本人的支持下 汪世景掌握了 华北地区的财经大权 并且利用滥发违币 捐献物资等各种手段 在投敌卖国的同时 罕奸汪世景也不忘 给自己留下退路 他暗中与重庆国民政府 取得联系 表示效忠 然而这并没有逃脱被抓捕 审判的命运 在法庭之上 王世景是如何为自己狡辩的 他自认为曾经帮助过蒋介石 手中又有蒋介石 为他书写的字表 应该会被轻判 那么法院最终又会如何判决呢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 继续为您讲述 审判华北两大汉奸 下级推卸狡辩最难逃 汪世景干了许多危害 本国利益的事情的同时 也担心有朝一日 被军统特务刺杀 汪世景也考虑到了 假如同盟国打败了日本 他会被国民党清算 于是又偷偷地和重庆方面 眉来眼去 1942年的夏天 重庆军委会研究所的所长 叫王鹏生 转给汪世景一个白条 上面就是蒋介石 清笔写的再新名三个字 汪世景答应王鹏生 效实行内应工作 还冒险设立了电台 重大的军情 他报告给王鹏生 然后再转给蒋介石 来进行建核 此外 还掩护地下工作人员 筹备款项等等 汪世景拿着再新名三个字 做护身符 在首都高等法庭上 大言不惭 说自己是富有中央重大使命的人员 而绝非汉奸 应该算重庆方面的间谍 对于检察官所指认的各项罪状 逐一进行变化 关于伟临时政府宣言的问题 说我没有参加 我不知道 第二 关于滥发纸币的事情 他说完全是奉了 伟华北政府委员会的命令 他说我自己始终抱着 要抑制通货膨胀这个政策 不许滥发 他们非要多发 所以让老百姓受罪 专门放款的 平均的各项的这些轻工业 就是民族企业 以低利息来把这个钱带给他们 第四 就是所有的出品的这些东西 不得出口 所以虽然有工业银行成立一年 所以大家都能遵征了事情 老百姓是高兴的 没有什么统治 出品这些事情 搜刮物资这些事情 另外关于什么 劳工开矿 购物粮这些事情 都是他们劳工协会干的 我一概都不知道 至于说 就是关于我舞弊的这些事情 他说我在中国银行 服务了三十年 到现在为止 我还知道自爱 所以我没有这些事 所以所有通通进行推翻 尽管汪石锦竭力为自己 涂脂抹粉 进行辩白 但是法院经过调查认为 被告汪石锦 对于历任开本间各委职 及其发行 韦币超1238亿元 以政经朝鲜等银行 均有经济往来 并汇同敌人 创设委工业银行 与工业界放款 及委政委会 现金一百元两万灯等情 跌据在侦查中 及审判中 共认不讳 滥发尾钞 驱除法币 垄断金融 破坏固有体制 以日元等价等联系 便利敌方 经济制侵略 刺激物价上涨 通货膨胀 几致国际名声 陷于破产 资助敌尾 源源接济 遂其以战养战之毒计 又于三十二年 向迪筑华北巨额献金 三年 赴日向怡庭献纳大网 使用 及其制造炮火之资料 助纣违虐 戕害生灵 言之令人发指 1946年的10月15日 首都高等法院 特种刑事判决主文是 石井 共同通谋敌国 图谋反抗本国 赴无期徒刑 尺夺公权终身 全部财产 付着流家属 必须生活费外 没收 汪石井呆若目击 他没想到 落了个如此的下场 1949年 国民党政权拨迁台湾 当时呢 挤压在监狱当中的 无期徒刑以上的大汉奸 并没有予以释放 国共两党在对待汉奸的问题上 还是一致的 解放军解放上海南京以后 汪石井呢 还压在上海的 提兰桥监狱当中 1952年病故 逐年呢 66岁 纵观 华北地区 最大的政治和经济 两大汉奸 王一堂和汪石井 一个在政治上 任贼作父 镇压人民反抗 干当走狗 效忠敌活 破坏抗战 一个在经济上 听命于日方 滥发纸币 都里税收 搜刮物资 抽取名指名高 为侵略者 输血打气 严重地危害了 出卖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因此呢 抗战胜利后 受到应有的审判 也是他们咎由自取 审判华北地区 两大汉奸 就讲到这里 谢谢收看 再见 1938年10月 中国的抗日战争 进入了最危险的关系 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 妄想与日寇和谈 而一手促和谈的人 就是大汉奸梅思平 他为什么投靠汪精卫 做了汉奸 下期节目中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 将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审判大汉奸梅思平 第一集 头日先锋 密盘卖国 哦